大家好 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综合案例2 也就是3加3提醒里面的第二种提醒 它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进度表现形式 就是时标网络计划下的一系列 索赔变更签证问题 那么基于时标网络计划 我们把应该具备的知识点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依次来学习 首先给你一个时标网络计划 我们能够读懂 时标网络计划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它就是直观 又能找到关键线路计算时间参数 它还直观 因为它把横道图和双代号网络 普通双代号网络两个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时标网络计划下 很多的关键线路啊 很多的时间参数是可以直接识读的 那么第二呢 如果从全面的角度去把握 我们要会编制或叫绘制时标网络计划 当然了 这个知识点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命题趋势来看 正好去年已经把这个局部小的时标网络计划的 绘制它考了 所以从今年的时点上 从应试的角度 好像今年可考性弱一点 但我们这个教材金奖班 我们强调全面知识点的话 这个局部的时标网络计划 不是让你整体都画 它是要能够绘制 就像我们说双代号网络计划 它不让你画 但你要不能补充虚界线 时标网络计划 它不让你画整体 但是局部的小的 根据现场的要求 你要能够画 第三 就是我们在时间参数里面 用的最为广泛的 就是总时差 在时标网络里面 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计算方法 或者说它有一个较好的 从时读的角度 就可以读出的一个总时差的计算方法 并且在索赔和变更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总时差的计算的公式就是 某工作的总时差 总是包含它的自由时差 然后再加上它紧后工作的总时差 如果有落干项紧后工作 就取那个小值 紧后工作包括虚工作 包括它紧后跟着的 那个虚工作的那个时间参数 这也要注意 那么第四 同样在时标网络计划的 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如果有索赔问题发生 有变更问题 有签证问题发生 它的也可以解决 它的原理完全同双大行网络 第五 是它独有的一个知识点 实际进度前锋线的绘制局分析 就时标网络计划 跟其他进度计划相比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叫进度检查工具 就前锋线的应用 只有在时标网络图上可以用 在某个时点上进行检查 你把检查的情况可以画出来 然后落在前锋线 这个计划线左侧的就是拖延了 落在计划线右侧的前锋线 如果画在一部分 落在计划线的右侧就是提前 那么可以进一步分析 它的拖延和提前 对你的计划工期 或对你的紧后工作 有没有影响 那么第六呢 基于时标网络计划 和实际进度前锋线 可以进行投资偏差分析 这个费用可能改成投资 更好理解 就是你用你的 以完工程的这个计划投资 减去以完工程的实际投资 可以计算出投资偏差 当然了 我们最教材里面 就是进行偏差分析的 具体的知识点 它是给它放在 第六章价款结算里面去 在这其实也可以用 那么刚才我们总结的就是 基于时标网络计划下的 各种应该具备的知识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学习教材的案例以前 我们先根据后复的一个 时标图 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知识点 我们进行专顺练一下 以利于我们更好的 去了解教材的那个案例 或更好的去掌握 教材里的那些典型知识点 我们先来看这个 时标网络计划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早时标网络计划 就是都是按最早开始时间化的 分别工作有A工作 B工作 C工作 D工作 E工作 然后F工作 G工作 H工作 I工作 和G工作 一共十项工作 十项工作的持续时间 我们都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比如说A工作和B工作 它都是初始工作 A工作干几天呢 那么它干了三格 一格 两格 三格 在我们这三格 就是三十天 你看 这个后面的一格十天 最后面给的时间三十天 具体的日期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3月3号开始 一直干到4月1号 这个三十天 把A工作干完 对吧 所以时标网络计划 它的这个 实际的就是这个 实现线的格数 就是它干的时间的长短 那么看最后一项工作也是 比如G工作 工作一共持续的两格 那就是干了两格十天 对吧 它是一格十天 这是累计的 你看 十天 二十天 三十天 四十天 那么你最终呢 是在150天 把这个节点完成 150天就是工期 具体的日期呢 就是7月30号 把这个活干完 那么G工作 它持续的时间两格 就两格十天 在工期上是最后的 第140天和150天 从日历上看呢 是7月的11号 到7月30号 正好干最后一项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个网络图上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按照 给出的这个要求 我们依次去训练 首先给我们一个 实标网络图 我们能够实读 它的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就是 从头到尾 没有波折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那么对于我们 这个实标网络图来讲 我们的关键线路 你看 有两条 第一条 从这水平走 从头到尾 没有波折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这就是关键线路 然后还有一条 你看 一节点 二节点 从上面 三节点 四节点 然后在这 虚工作下来 五节点 然后八节点 九节点 一共现场 就有两条 关键线路 直接可以读出来 那关键工作 哪几项呢 可以读 A工作 C工作 D工作 G工作 对吧 和G工作 这几项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如果在关键工作上 发生延误 肯定会 工期有影响 比如说 当工作 进行到D工作的时候 完全是业主的责任 给我造成了 损失三天 那就要顺延三天 索赔三天 因为关键工作 对吧 所以这都要清楚 好 我们关键线路 会掌握了 那工期 也可以完全 从实表 网络图上去读 工期就是 我们最后一个节点 对应的十点 这是第一百五十天 这就是它的工期 如果从日期来看 就七月三十号 就最后一个节点 所对应的 一般的这个十点 就是我们的工期 直接都可以读出来 那每一项工作的 持续时间 如果找实表网络图 它的这项工作的 最早开始时间 它的最早完成时间 和它的自由时差 全都可以在我们的 实表网络图上读出来 那我们读三项工作 先看 初始工作 A工作 A工作的持续时间 你看 一二三三格 它一格是十天 那就是三十天 这持续时间 最早开始时间 就是这A工作里面的 十界限的起点 最早开始时间 第零天 你看 最早完成时间 从这读 第三十天 自由时差 没有波折线零 自由时差 就指着不影响 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的前提下 本工作就有了 机动时间 好 这A工作读完了 那我们再找一下 中间的工作 比如E工作 E工作的持续时间 就十界限 一格 两格 三格 三格 三十天 E工作的 最早开始时间 就它这个 这个十界限的起点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就第三十天 你看 对吧 那么它的 最早完成时间 读着 是六十天 对吧 盖完了 这不是三格 第六十天 最早完成时间 这E工作的 自由时差 是两格 那自由时差 就是二十天 就不影响 它紧后工作 H工作 最早开始的前提下 它有二十天的机动时间 所以这个你看 都要分清楚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要读 最后一项工作 也是这样读 比如这个工作 它的持续时间 是两格二十天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就十界限的 起点对应的 这个点 第130天 它的 这个 最早完成时间 把这活干完 第150天 它的自由时差为零 没有不折线 就自由时差为零 这是我们说了 时表网络计划 一旦给我们 有很多是通过 时读完成的 不需要计算 那么对于 时表网络图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间参数 总时差 它是要你算的 这个读不出来 对吧 我们刚读到的 那个波折线 是自由时差 那总时差 等于谁啊 就用我们刚才 那个公式 从后往前做 在算这个 总时差的时候 利用我们 这个公式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是从时表网络图的 后面 往前面走 那我们一看 从后往前 先从最后一项工作 开始 最后一项工作 在我们这里 是有两个 一个是G工作 一个是I工作 因为G工作 这些是 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上的 总时差为零 这就不用去 再重新计算了 那I工作的 总时差是多少呢 总时差 I工作的 总时差是 等于本工作的 自由时差 一隔十天 加上它 紧后工作 总时差 紧后它没了 所以最后一项工作的 自由时差 就等于它的总时差 就是十天 那么如果当工作 进行到 爱工作的时候 不管是因为 业主的原因 还是自己的原因 只要你延误的时间 不超过十天 对原计划 工期没影响 就是如果是业主责任 你就不需要 提出索赔 对吧 工期索赔 这道理都跟 网络计划一样 好 那我们继续看 那H工作 总时差是多少 H工作的 总时差 等于就是 它的TF 等于本工作的 自由时差 十天 加上它 紧后工作 总时差 紧后工作 它是 关键工作 是零 所以它的 这个总时差 就是十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工作的 总时差 是多少呢 E工作的 总时差 是本工作的 自由时差 二十天 加上它 紧后工作 总时差 它的紧后 就是H 十天 那你看 E工作的 总时差 是三十天 它在不影响 计划 工期的前提下 它有三十天的 启动时间 也就换句话 理解 我们如果当工作 进行到 E工作的时候 完全因为 业主的原因 现场给我们 耽误了二十天 工期索赔 也不成立 因为它对我们 原计划 工期没有影响 只有超出 三十天以外 才有影响 所以总时差 我们是可以用的 包括B工作 B工作的 总时差 等于谁呀 等于本工作的 自由时差 是零 加上它 紧后工作 总时差 紧后工作 总时差 三十 所以B工作的 总时差 三十 所以有了 这个总时差 我们就可以解决 一些 工期索赔问题 比如C工作 是个关键工作 那C工作上 有延误 那都会对 工期有影响 那再看 F工作 总时差 等于谁呀 F工作的 总时差 等于本工作的 自由时差 零 加上紧后工作 总时差 十天 这就是十 好 那好 总时差 我们会算了 总时差 算完 都是为了 最主要是为了 用应用 对吧 刚才我们也把 在工期索赔当中的 应用 给大家做了说明 那么第三 我们要训练一下 前锋线的绘制 就实际进度前锋线 第一要会画 第二要会判断 就画完了以后 你要判断一下 就按照这样的情况 如果后面不采取措施的话 将会有什么样的 工期上的影响 那么我们 这道题的训练的前提是这样 假定在第五个月末的时候 开始现场的进度检查 检查的结果告诉你 你把这个结果绘制出来 说第五个月末检查 说发现 A B C D 这四项工作全干完了 但是E这项工作 只干了三分之一 只干了它全部工作三分之一 我们认为工作都是均衡进行的 默认 F工作呢 只干了它全部工作的四分之一 F G工作才刚刚开始 那让你把这个时点上的检查的结果 用实际进度前方线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分析一下偏差情况 那我们一起来绘制一下 在 时表网络计划上画前方线 首先得找到什么呀 找到你的检查点 它是第五个月末检查 那检查点在这 在第五个月末 在这检查 检查的结果呢 是A B C D都干完了 但是E呢 只干了它全部工作的三分之一 全部工作一共三个 干了三分之一到在这 说F工作干了它全部工作的四分之一 它一共一二三四 那么就干了这 对吧 点个点 F工作干了四分之一 说G工作才刚刚开始 那G工作在这 点了 然后你把检查的这几个点连起来 然后跟 这个 我们的检查点在首尾相连 先把这个连起来 你看检查 这F工作在这 把它连起来 用点画线 这个检查的结果在这 连起来 点画线 然后首尾呢 这个跟你的检查点连 第五个月末 这个跟你的检查点连起来 那我们很清楚地发现 你整个这个前锋线 都落在你第五个月的 计划线的左侧 表示进度都有拖延 是吧 你只有往五月份往右侧走 才是提前的 你看你的垂直的这条线 检查点这条线 就是我们的计划线 你都落在我计划线的左边 就是拖延 在右边就提前 那这些拖延 对现场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分析 先看F工作 F工作呢 它是跟原计划 完全保持一致 因为F工作 本来五月底 就干到这个一格 把这一格干完 就是干了四分之一 你现在也干了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 从检查点来看 它对我们的原进度计划 没有任何影响 也对它的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 没有任何影响 好 这个F分析完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 季工作 季工作呢 原计划 它应该是干到这儿 你看 第五个月末 原计划 季工作得干完一格 你现在还没开始呢 干到这儿 那这个 对我们的计划工期 有没有影响 对你的紧后工作 有没有影响 就看你的自由时差 和总时差 比如通过季工作 它的自由时差为零 或者季工作是关键工作 那你就可以判定 这个 你看 这一格十天的拖延 对它的紧后工作 季工作的最早开始 肯定推迟十天 那么对你的计划工期 原来一百五十天完成 你肯定也是拖了十天 在这儿 你正好在关键线路上 关键线路上晚十天 那整个都晚十天 好 这是对季工作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再看易工作呢 注意看 易工作 你看它这里 跟原计划相比 原计划应该干到五月 你看五月底的时候 原计划是这样 应该是你整个易工作完成 并且H工作 还得干完十天一格 而你现在呢 只干了这儿 对吧 你差多少没干啊 你看 这就两格 就二十天没干 然后这二十天没干 这H这也没干 三十天 对吧 这也没干 然后还把这两个 两格的自由时差 全用完了 也就是你耽误了多少天 你看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耽误了五格 这五格里面呢 是有两格的实际的 这个易工作没干 有一格的H工作没干 而且把这两格 就是二十天的自由时差 还占了 所以你这个易工作呀 你比你原计划的工作 整个耽误了五十天了 那你的总时差期 一共才三十天 你这耽误了五十天 所以你将影响计划工期 多少天呢 五十减三十 就多了二十天 对吧 那你上面那多了十天 你这个线路多了二十天 你累计就一共多了二十天 对吧 这点是要能够清楚 你也可以从这来判断 你看 本来五月底 你看应该到这 对吧 到这呢 你现在干到五月底呢 从这开始 先要把这一格两格干完 你看一格两格干完 干这 然后再干H的 一二三四四格 一一二三四四格 四格干完 然后再干这个J 你看两格 所以整整耽误了二十天 两格就是二十天 一格十天 所以因为你 从现在这个五月份来判断 你这个E工作 它既对你的H工作的最早开始 原来H工作在这 你现在让H工作得到这来了 对吧 你让H工作的最早开始 其实都推迟了三十天 你将使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工期推迟到一百七十天 对吧 推迟二十天 所以这个分析要有 好 那我们再继续训练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绘制一下你第五个月后的石标网络进度计划的这个编制 是吧 你现在我们把第五个月我们根据现场检查完了 那么如果按第五个月的检查结果 后面的计划不动 让你看看 你刚才说的一百七十天 你用这个石标网络图的形式 你看看是不是一百七十天 对吧 你就顺延了二十天 那我们来画 那么这时候画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第五个月末画 那就是我们的起点就从这起了 第五个月的月末 起点从这 这个起点是什么工作呢 我们可以看 可以把它认为就是第五个节点 到第五个节点的时候 ABCD都干完 但谁呀 你看我们有几项工作 就FG跟E都还没有呢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五个月末 先看G工作 他说刚刚开始 那G工作要干完 一二三四五五格 那你就可以从这 G 从这 这是五号节点 你要G工作 看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到这儿 就是我们的G工作 初步画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的 五月底以后 开始的G工作 那从这个节点开始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 E工作 你看 E工作从这个节点 你得看 E工作得先干两个 干完两个呢 再干H工作 一二三四四格 对吧 这时候D倒是干完 所以你要把E工作的 这两格体现出来 你看 E工作先干两格 到这儿 E工作 两格二十天 然后E工作后面 我们就是刚才看到的 H工作 H工作要干 一二三四四格 那我可以再把这儿画上 一二三四 这是H工作到这儿 对吧 一二三四 先多画实界线 那除从五节点以外 除了要开始干G和E 还有哪些工作要干呢 F工作也要干呢 你看 第五个月末 F工作还有 一二三三格呢 那你就把这个 第五个节点开始 一格 两格 三格 你看 这个F工作 三格 我们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在第五个月末 我们F工作要干 还剩三格 G工作还有五格 E工作有两格 H工作还有四格 就四十天要干 那么他们都干完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看 还有哪些工作呢 还有F干完了工作以后 要干I工作 F干完I工作有两格 两格就是二十天 好 那我们把这两格体现出来 你看 F工作干完 还有I工作呢 有两格 好 这有了 那么其他呢 G工作干完 你看 就可以开始G工作 但G工作的景前工作 是有两项 说G跟H全都干完 看这续界线 我G工作才开始 那我G工作画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 就是要G工作跟H工作 全都要干完 我们那个后面那项工作 才能开始 那全都干完 这到这儿 这到这儿 那这个就是 有个波折线了 这就可以有机动时间 然后H要干完 我们这 就是G跟H都干完 然后G工作最后才能开始 这个G 这不是我们的G工作吗 他才干两格 好了 所以我们在原有的这个 网络计划 原来是到7月底结束 我加了两格 8月份的一个10天 然后8月份的第二个10天 我都在这加两格 那这样我们就能看 清楚地看到 G跟H都要干完 那么G工作就出现了机动时间 等了G 我们都干完了以后 G工作开始 那我们再继续看 那么G工作跟I工作 他们俩是平行关系 你I一干完了 G都干完了 我整个工期结束 那IG都干完了 整个工期结束 那这个是工期结束 那你这个I工作 后面的这几格 不就是波折线 机动时间吗 对吧 因为I工作实际要干就两格 然后后面为了等到G工作 那么也都是机动时间 一格两格三格 三格的机动时间 最后工程结束 你看工程结束 就变成了170天 不是原来150天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把节点序号再补上 你看五节点 六节点 反正序号小的 往序号大的 七节点 八节点 对吧 这样有一个节点呢 就九节点 这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要画的 从实际进度前锋线来看 五月份以后 我们要干这几项工作 这几项工作的逻辑关系 然后实际持续时间 和它的机动时间 我们都可以判断得很清楚 这就结论有了 那好 那基于时标网络计划的 这个主要支持点 我们就给大家串讲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 教材的典型案例的剖析 我们第五章的教材里面 跟时标有关的案例 就这么一道案例 案例八 既考了时标网络计划的绘制 也考了它前锋线的绘制及分析 以及一些索赔问题的解决 那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 它的背景资料 某建筑公司乙方 与某建设单位甲方 签订了建筑面积为 2100平方米的单层工业厂房的 施工合同 明确了合同关系 有乙方和甲方 一般默认 乙方都是施工单位 甲方都是建设单位 比较常见的是这样 合同工期是20宗 乙方及时提交了施工方案 和施工网络进度计划 如图一和表一所示 并获得了工程师代表的批准 那么该工程呢 各项工作的计划资金 需用量由乙方提交 经工程师代表 也就监力 一般都是审查批准后 作为施工阶段 投资控制的依据 那我们把这个 进度计划和这个资金表 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 它给的这个 进度计划呢 是给了一个双代行网络 一开始 让你把这个双代行网络 把它变成试表 它设计的工作有A工作 B工作 你看C工作 D工作 E工作 F工作 G工作 H工作 I工作 G K L M 大概有13项工作 那每一项工作的逻辑关系 和持续时间 其他都有 你比如A工作 它需要干三周 它的计量单位 我们注意看 它是周 从这个表格来看 那有的 A工作 它需要干三周 一共花多少钱呢 计划花十万 比如说M工作 它需要干六周 那么它需要的资金是24万 如果你是均衡进行 平均进行的话 那平均一周多少钱呢 像这个M工作 一周就是四万 二十四除六 对吧 比如像我们的A工作 那么一共干十万 要干三周 那平均每周就三点三三万 这是给了每一项工作的持续时间 还给了每一项工作的 这个投资额 或叫费用值 计量单位是周 是天 不是礼拜 一周是七天 注意 如果出现索赔问题的时候 总时差是一周 你这个耽误了两天 你不能说两天比一周大 总时差如果是一周 那就是七天 你要耽误两天 对工期没影响的 有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计量单位的一些换算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背景资料的其他的一些情况 实际施工当中呢 发生了炉下几项事件 第一在工程进行到第九周的时候 那一共不是二十周吗 对吧 合同工期是二十周 那么进行到第九周周末的时候 开始检查 发现ABCDEG这几项工作 123456是全部完成了 但是F工作和H工作实际完成的资金用量 分别是14万和8万 那么前九周各项工作 已完工程的实际投资 与计划投资都相符的 这是就是你没有其他的 比如变更啊 或者是这个签证发生 第二在随后的施工过程当中 先说第一种情况是 第九周末检查了一下 现场的情况 老紧跟着在随后的施工过程当中 借工作 由于施工质量的问题 工程师代表下达了停工令 使其暂停施工 并进行反工处理一周 这都属于是施工单位的责任 造成反工费两万 这肯定损赔不成立的 再看M工作呢 M工作是因甲方要求 是设计变更了 属于甲方责任了 使得该工作因施工图纸 晚到推迟了两周施工 并造成了乙方因停工和机械闲置 而损失了一万二 他说为此呢 乙方是向发包人提出了一共三周的工期索赔 和一共三万二的费用索赔 一会他问你 提的这些工期和费用索赔合不合理 他老师这都提 那我们一会会判断 肯定事件一肯定不成立 施工质量问题肯定不成立 那事件二M工作的延误 那么因为甲方的责任 设计变更了吗 那我们再去看 它是不是超出了总时差 然后再去算钱 好 背景就到这了 那问题第一个是让我们画 绘制一下该工程的早时标网络计划 这个其实严格讲了 绘制进度计划 完整的绘制 不是我们作为一个造假工程师 应该具备的一个职业的能力 应该属于是建造师啊 像监理工程师 他们对进度计划的绘制 应该是他们 我们的是给了我们一些进度计划 我们可以一些调整是可以的 或者是有一些局部的 一些进度计划的变化 我们可以体现 所以它这道题考的就问题一 当然它能力的要求就更广泛了 它只有画出了这个 早时标网络计划 然后才能够根据第九周的检查结果 去绘制或叫标注实际进度前锋线 然后再分析一下 这个三项工作的进度偏差 不是说DFH它干了吗 而问你到第九周末的实际累计 资金用量是多少 那问题一其实就两个方面 第一就时标网络进度计划要画出来 第二前锋线要标注并分析 那我们下面接下来就把这个 时标网络进度计划 整体的这个绘制呢 我们整体的绘制我们列去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局部的绘制 我们在重点讲 我们只说它整个给我们提供的是 整个工程的网络进度计划 技术人员给我们提供给我们造假工程师 我们把它看懂 对吧 然后在看懂的基础上 再完成我们前锋线的绘制 因为前锋线只能在时标网络计划上用 其他用不了 所以现在很多大的项目下 有了计算机以后 很多国际工程管理的时候 尤其是进度管理的时候 偏差管理很多都是用的时标网络 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时标网络计划 工作呢 还是我们这些工作 一共ABCD一直到LM13项工作 那我们也可以从时标网络图上 第一读出它的工期 第二找到它的关键线路 工期呢 我们从这来看 最后一项工作所对应的这个节点 所对应的时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期 你的计划工期就是20周 它的计量单位是周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可以从它提供的 这个时标网络计划里面 我们把它的关键线路 我们找到 从头到尾没有波折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就是1节点 3节点 5节点 你看8节点 然后9节点 10节点 12节点 这条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那处于这些线路上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L工作 你看 K工作 然后是F工作 E工作和A工作 这些工作就是关键工作 这些工作上不能有延误 一旦延误就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工期 20周完成 好 这个我们都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以某工作为例 我们了解一下绘制的时候注意事项 比如说我们以B工作为例 B工作呢 它是初始工作 它的持续时间 1 2 3 4 就4周 4个 对吧 然后这个B工作上呢 我们的最早开始时间 初始工作就第0周 它的最早完成时间 1 2 3 4 就是第4周 对吧 这我们都可以从图例上去识读 好 那么钱呢 是从这个进度表格里面去找 我们的这个钱的基本情况 比如B工作 刚才我们读的是4周 一共要完成12万 那它就把这个12万 整个都标注在我们 时标网络计划里面的 下面这括号里面 这括号就等于表示12万 比如说M工作需要干6周 1 2 3 4 5 6 然后它有一周的机动时间 这一周就叫 这个周机动时间就自由时差 一共需要24万 这都给表达得很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就画 实际进度前锋线 实际进度前锋线 我们刚才讲的基本思路是先找到检查点 它是第九周末检查 所以在第九周末的上下 我们都画了两个三角形 这叫检查点 你把上下这个检查点垂直下来 这条线就叫计划线 说我们原计划是干到这儿 干到这儿你往这边看的就是A干完了 B也干完了 C也干完了 你看D按原计划也干完了 E跟F F在第九周末差一点 F差一格 你看这个G跟H都要干完 这是我们的原计划 那么实际呢 我们真正干的 它不是 它说实际的检查结果呢 是有这么六项工作是干完了 A B C D E G 123456项工作干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A B C D E G 我们先给它标注一下 A B C D E G 这都干完了 那就还有哪几项工作呢 在第九周末中检查的时候 有偏差呢 它是指的是有这么四两项 一个是F工作 一个是H工作 就除了这六项工作已经干完以后 有两项工作 它说只完成了 分别完成了 它原计划的14万和8万 那我们看14万和8万 大概是干了几天呢 它是F跟H F在这呢 F呢 它原来计划是干四周 整个干完是28万 如果你现在干了14万的话 那相当于就干了两周 是不是这情况 那么H呢 是如果全都干完 需要两周 需要16万 你现在是干了8万检查的时候 相当于是干了一半呢 就干了一周 那也就在第九周末一检查 就是F跟H工作 就干了它原计划工作的一半 那我们就来找一下 它的前锋线上 绘制的时候 这一半怎么去体现 你看 先找到F 是F工作 F工作一共是四个四周 你现在干了一半 不就落到这儿 两周 对吧 然后再看H工作 H工作呢 原来是两周 你现在干了一半 那就一周干到这儿 所以在第九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H的点在这儿 F的点在这儿 D工作干完 实际都干完 正好在这儿 然后你把这几个检查点 用点化线连起来 首尾呢 就跟检查点连起来 那连起来以后 我们初步一看 就发现 你这个前锋线 落在我计划线的左边 就拖延了 那他就要分析 你这个拖延 就这些工作的拖延 一对你紧后工作 原计划的最早开始 有没有影响 第二对你原计划的 工期二十周 有没有影响 那我们就从这儿来查 D工作是按期完成了 这没有影响 那再看这个地方是F工作 F工作原计划 第九周末 你得干到这儿 对吧 你现在少干了一周 而且少干了这一周呢 是F工作正好关键线路上 你要少了一周 你肯定就对你的总工期 有影响 要拖延了一周嘛 就晚干了一周 不是少干了 就等于拖延了一周 你应该干了这儿 你干了这儿 那么你将使得你的计划工期 由二十周再加一周 就变成二十一周 所以这是F工作拖延 而且F工作 他一拖延这一周 他晚了这一周 他应该干这儿干这儿 那么你这一晚 对我的紧后工作 技工作的最早开始 还是有影响 直接推迟了一周 对吧 一格 因为你看 F工作没有任何的自由时差 就不影响紧后工作的前提下 他没有任何的机动时间 所以他这一晚一周 这工作晚一周 然后因为是关键工作 工期晚一周 好 那我们再看H工作呢 H工作晚了这一周 一定是对他紧后工作 爱工作肯定是有影响 一定使得爱工作推迟一周 因为你H工作的自由时差是零 就不影响紧后工作的前提下 他没有机动时间 你晚一周肯定爱工作推迟一周 但H工作你晚这一周 对我的计划工期 20周有没有影响呢 这时候用就什么判断了 用总时差来判断 所以你看H工作的自由时差 是直接食读的 就波折线就叫自由时差 那总时差是多少 总时差等于本工作的自由时差 加上它紧后工作总时差 所以我们要把紧后工作这几个总时差 从后往前导出来 然后来判断它H工作有没有时差 然后它一周是否超出了 那我们从后往前 先看M工作 M工作的总时差是多少 它本工作的自由时差是一 紧后工作没了 那总时差就是一周 而且我们也讲过 最后一项工作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是一样的 你看M工作总时差是一周 自由时差一周 你看这个I老工作 总时差是零 自由时差也零 因为它是关键工作 好 M工作总时差有了 那我们再来看I工作的总时差 I工作的总时差是 本工作的自由时差零 加上它紧后工作总时差 这正好紧后工作是M是一 直接拿过来就是一周 H工作总时差是 本工作的自由时差零 加上它紧后工作总时差一周 这是一 这直接按一周 然后你看G工作也是 G工作总时差就 本工作自由时差零 紧后工作是H H总时差零 就可以过来 包括B工作 你看这个总时差都可以找到 一周 对吧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 当第九周末检查的时候 我们这个H工作 它比原计划是晚了一周 这边一格 它应该是干完 它没干 那么因为H工作 有一周的总时差 所以它对计划工期 二十周到没影响 那我们就判断完了 通过第九周末的实际进度前风险的结论是 F工作有影响 不仅对它紧后工作有影响 对实际工期 原来的工期 也直接影响一周 最主要的 这个原因就是 F工作是关键工作 H工作虽然也晚了一周 对它紧后工作最早开始有影响 但是它对工期没影响 因为它有一周的总时差 对吧 这就变成了总时差要会计算 要会判断 好 我们的问题一解决了 下面我们看问题二 问题二是 如果后续施工案计划进行 让你分析一下 发生的进度偏差 对计划工期产生的影响 问你这时候你的总工期 是否大于合同工期了 那我们刚才分析完了 你现在的总工期就变成21周了 肯定大于原来的合同工期了 那你就大了这一周 谁的原因呢 再看现场 如果是业主的原因 是可以顺言的 如果是施工方的原因 那就要自己承担 有可能被罚 当然得后面没干 要不你就赶工 对吧 好 这是问题二 然后问题三 让你重新绘制一下 第十周开始 一直到完工的时候的 早时标网络计划 这个基本功我们倒是要求的 就是给你一个局部的网络计划 然后你根据现场给你的一些数据 要能够把它的时标图画出来 那我们下面就把 第十周开始以后的 时标网络进度计划 它的绘制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看这个图 原来第九周末的时候 到这 那么我们在第九周末继续往后干 就是要干哪几项工作呢 F工作要干一周 注意 H工作还剩一周 好 把这两个工作都完成 然后我们再继续 你看 这个F工作 原来是要一周要干 然后还剩下一周 就是你这是 这个第九周末的话 F工作全面来讲是 还要 第九周以后 就第十周开始要干两周的F工作 H工作要干一周 就十点要从这个 第十周 七初开始 然后后面的就按它的走 比如K工作都没干 你都要把它一二三四五六 六周干完 G工作一二三四五周要干完 后面I工作 RLM工作 就按你背景资料去完成就行 最关键的就是 第十周开始 你F工作 别忘了要补上一周 然后再继续 你还没有干的哪一周 对吧 晚了一周和实际没干的一周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你看 从第十周开始 也就第九周的周末 从这一起点 我们F工作呢 先要干一周 把拖延那一周要补 对吧 继续干 然后原有还有一周没干 所以累计是两周 然后再看H工作呢 它是有一周没干 从第十周开始 所以这是一格要干 那这两个都干完了 其他都一样的 K工作该干多少干多少 G工作该有多少多少 就把逻辑关系 把它搞清楚就行 然后最后L工作和M工作 你看全都干完 整个现场结束 这个绘制就跟前面 我们讲的那个训练 完全一致 对吧 就把背景资料那些 那几个十度清楚就行 你看这时候就变成了 二十一周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讲 这道题的时候 我们先给了大家 一个前面的一个 专项顺练 那么专顺练好了以后 你再看这个就很简单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 如果按照第九周末的检查情况 然后后面不动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 那我们 这个 工期将于 二十一周结束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问题三 解释清楚了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问题四 问题四是问 以方提出的索赔要求 是否合理 并说明理由 如果不合理的话 他说合理的工期索赔 和费用索赔 应该各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 他提出的是 在后面的工作 就从第十周开始 说既工作因为质量问题 那我们讲了 既工作因为质量问题 只要是质量问题 一律不成立 不管你说既工作 是不是关键工作 它性质不一样 对吧 我们要是如果看 我们后面画的 那个 第十周开始的 这个进度计划 看你的既工作 在这儿了 对吧 它跟在哪 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事件的性质 决定了索赔 是不成立 没有工期 也没有费用 但你说 它延误了 对你计划工期 有没有影响 那你可以再继续分析 那么这道题 它没有让你这么深入 那我们直接就回答结论 既工作提出的 这个一周的索赔 和两万块钱的质量反攻 肯定是不成立 那M工作呢 M工作是因为 甲方的设计变更 造成了推迟了两周 那你看M工作 这两周能不能成立 对吧 看它是否超出了总值差 然后前这一万澳 肯定成立 这我们就不讨论它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M工作 它有没有总值差 M工作 从第十周后的看了 你看我们画完这个图 M工作在这 虽然它不是关键工作 你看我们画完以后就是 也是从头到尾 没有波折线的线路 是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是FKL M工作在这 是甲方的责任 但这M工作 你看它的总值差几周啊 我在不影响我们 二十一周这个前提下 你看我是不是有 一周的几栋时间 所以你现在耽误两周 就可以赔它几周啊 赔一周 对吧 你超出总值差是超了一周 对吧 二减一是一周 所以最后我们能赔的 呃 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 能向业主要的 工期索赔就是一周 费用一万二都是可以 所以这道题就到这 就结束了 对吧 这道题如果我们在问题里面 需要再补充 呃 一点解析 就是在第九周末 进行呃 偏差分析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可以用钱去分析的 比如说你到第九周末的时候 你的计划费用是多少 就拟完工程的计划费用 或计划投资是多少 然后再看你拟完工程的 这个时候的实际投资是多少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两个前意见 是可以求偏差的 他们俩的偏差 我们都不用看 就不用看数 直接看一下 这是计划值吧 你这是这案例的 他说你这个实际值 就跟你的前锋线值一样 那你看 你这不就是偏差吗 这偏差了一点 这偏差了一点 偏差谁了 偏差了F工作一周的活 偏差了H工作一周的活 那F工作一周的活 则算成钱呢 他一共干四周28万 一周就7万 H工作呢 我们一共是干两周 是16万 你偏了一周就是8万 这个8万加上7万就15万 就可以看到 你从这钱上来看 就少了15万 对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偏差分析 偏差可以从时间上去表示 你就进度偏差 你说差了 这差了一格 这差了一格 这两周没干 对吧 各自对后面有影响 你也可以用钱衡量 你说这两格没干 相当于有多少活的钱没干 15万块钱 对吧 刚才找出这一周平均 这28周47万 这一周 对吧 7万加8万15万 那么这样呢 我们其实从图例上 就可以判断出 它的一些进度偏差 那么严格讲 我说了 这个进度偏差 包括投资偏差 它的那个基础知识点 就是在我们教材的第六章 特别作为考试大纲里的一个内容 说你要进行偏差分析 就在价款的不断结算当中 对吧 你这个月计划要干多少钱 实际你干了多少 以完计划是多少 来找到投资偏差和费用偏差 那个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解析 从这儿我们可以有个概念 就是从这图上我们能看到 你看 这个两格就是叫偏差 就在第九周末的偏差 而且是晚的 然后这是既可以用时间去表示 也可以用钱去表示 对吧 如果你要提前干的 就是说你提前多干了多少活 你要晚的就是还差多少活 你没干 对吧 这都是我们讲的偏差分析里面的 一些这个基本概念 那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基于时表网络进度计划下的 我们的一些索赔问题 变更问题 然后我们刚才谈到就索赔 都要成立不成立 其实也跟时间参数有关 然后它的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色知识点 就前锋线的一个绘制 并且绘制完了以后进行判断 好 那么我们这一章的三加三题型里面的 两个题型介绍完了 一个是基于双带号网络的 一个就基于这个时标网络的 那下次课我们就进入横道图的 进度计划下的一些索赔 变更问题的一些解决 那么今天这次课我们就到这儿 部队的观众 这次课我们解释了 已经开始解决了 我们的角度 到了这儿 那个总体在内容 课我们的解决 stre课我们可以进入横道 膳道